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小男孩去探险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户外活动 就带上了照相机 不知道他们要找什么 其中一个男孩正在拍摄树林 突然一个看起来像大猩猩一样的东西跳了出来 把可怜的男孩吓坏了 这个庞大的生物快速穿过树林 挥舞着双手看起来很暴躁 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鬼东西 有人说它是大脚怪 其他人说它是一只时空的大猩猩 但大家看到这么大的猩猩吗 而最近的动物园在千里之外 片段二 一位父亲在院子里用相机拍摄孩子玩耍的画面 男孩在沙坑里玩得很开心 女孩正在倒秋前 接下来我们看他的相机开始抖动的镜头 出现一个奇怪的生物 看起来很大 但是什么鬼东西 这就是我想知道的 如果那父亲注意到他 估计就心脏病发作了 第三片段 如果我想去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 那海洋是你最好的去处 海洋充满粒米 外衣 位置生物 一群潜水员正在学习 潜水拍摄鲨鱼 然后突然我们看到一条未知的大鲨鱼 不知从何处冒出来 可以肯定 在视频上看到 不像是一条普通的鲨鱼 它的颜色很深 看起来像具有某种化石的生物 第四片段 一个人在郊外走路 拍摄到一段视频 主人公说那是一只真正的恐龙 并且用枪射击过 他说那不是普通的野兽 镜头慢下来 你们觉得那像什么 像不像一只速龙 但我认为 开枪的那个人真的很害怕 恐惧是由真正的恐龙引起的吗 我们不得而知 第五片段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海洋是一个真正 神秘不可思议的地方 就像这段视频 在美国某海岸 当地人被吓坏了 一只巨大的怪物 在一个海滩上被发现的 人们议论纷纷 有人说这是一种 败来鲨鱼的尸体 但我想知道 那些锋利的骨头 又如何解释呢 小编从未见过这样的鲨鱼 你们觉得它是什么呢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人送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带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带设计